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两位美国总统说 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 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国家又待了十年 2009年10月3日 奴隶斯坦省坎德时 美军哨所受到袭击 八名美军阵亡 二十二人受伤 最后美军撤退 并炸毁了哨所 二十年 两千四百多名美军在阿富汗阵亡 超过两万人服伤 超过三千八百名美国安保雇员死亡 但胜利似乎越来越远 美国人的离开 快速 匆忙 狼狈 一夜之间 数千名军人丧生 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代价 化为乌有 即使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败退 除了美国军事装备和美国军人 整个彻底无序 慌张 而混乱 过去二十年 与美国军人并肩作战的阿富汗人 也被抛弃 带着被欺骗 背叛的情绪 人们涌入喀布尔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 竭尽全力 甚至貌似攀爬到美国运输机上 美国军队在这场撤退中出现了近十年来在阿富汗最大的伤门 过去二十年中美军同时在几个国家发动入侵和军事干涉 如今却无法保障自己安全撤离 而他们的敌人甚至没有坦克和战斗机这样的装备 二十年 这是一场从五百多公里外的太空都可以观测到的战争 谎言 杀戮 欺凌 死亡 荒凉 衰退 超级大国的军队将一场灾难强加于极度贫困且弱小的平民 但是他们最终却无法取胜 甚至无法体面地撤离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西贡时刻并没有成为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